李洛 李洛 其实一开始 我的本意 只是想让别人更喜欢我 我也不想这样的 大家都把我当白天鹅 对我很好 又帮我开门又照顾我 我就是很迷恋这种感觉 谁知道 成了我的人生 你就没想过即使不当白天鹅 大家也会很喜欢你啊 不可能 以前我在大城 虽然也有很多朋友 但就没这种待遇 男生把我当哥们儿 女生也把我当哥们儿 现在好不用这种机会了 我就想好好体验一下 我承认 我是有点虚荣 我觉得立一个这样的人设 老师 同学 还有位子的学长 都能对我立点相看 谁知道 人设崩塌 我不明白你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 干吗非要装作别的样子啊 你小时候那样 多可爱啊 我理解 你立这样的人设 是为了一时新鲜 但你也看到了 这个光环给你带来荣耀的同时 也带来很多麻烦 一开始我也想过 不可能一直这样装下去的 迟早会结束 只是没想到要用这种方式 那你答应我 这件事解决之后 你要想清楚怎么结束这一切 如果还不肯做回真实的你 再一道这种事 我可绝对不会再帮忙了 来 佳姐 你对贴吧那款熟不熟 我想联系一个吧主 嗯 我这就没想到 我说我这些人 这个人都要想联系 谢谢 包椅子 我这个心里 我今天不想到 我��이你 我自己都想到 我自己想到